交了很多好朋友 有一个很好玩的人 我们来看看她是谁 那其实我们这个三人帮 怎么组成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先认识蔡依林的嘛 那因为蔡依林 之前她的唱片通告 是上网的节目 然后那时候呢 就开始有聊到音乐这个东西 然后呢她说她也蛮想学乐器的 我说那我可以教你啊 因为我的师傅是杰伦哥嘛 杰伦哥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说 好啊好啊那就教 可是呢我先教你基础 那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呢 就要请这个杰伦哥来教你 她说好啊好 那下次就可以约出来 大家见见面然后吃吃饭啊 然后是因为我的关系 然后因为我跟杰伦也不错 然后我就跟变成说 出来出去就去喝茶吧 那时候好像去喝茶 然后开始聊啊 然后开始玩一些 有了没有的变魔术啊 然后蔡依林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对我们两个产生感情 吓一跳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去酒奔 然后去玩啊 玩那个大饿啊 然后输的人还要惩罚 所以就是慢慢出去玩的关系呢 而造成我们这个三人的人的关系呢 是越来越密切 那其实呢 外传呢 她跟她常常闹粉 闹粉对不对 我老是跟大家讲 其实蔡依林 她是跟我在一起 那如果真的 像外传呢这样讲的话 我们这样 大家以后就不能公开出去玩 就会变得会有一些戒心在 怕说被拍到了或怎么样 所以我们三个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希望能够当永远的好朋友 而不是有 你知道 了解的人 好笑 但她不觉得 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讲到他们家的猪 他们家的狗 她是一个很好笑的人 我觉得她的 我觉得她很开朗 我觉得是家庭教育 影响她蛮深的吧 我觉得她爸妈给她的环境 让她 很开朗 很开朗 然后对任何事情都很 我觉得我跟她在一起 讲话 或说是讨论一些事情 我就觉得其实她 虽然很搞笑 但我觉得她还算蛮真正的吧 在某些事情 而且她会影响我 因为其实我自己自己下 不是很喜欢照镜子的那种 我跟她拍戏之后 我就开始注意自己 真的吗 她比我美啊 因为她实在是 就是镜子不离手啊 对对对 然后我还会跟她 借这种染眉毛的啊 就是她说 有新货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把它拿来用 她很了不起 而且比如说 大家走过去吃饭的时候 我想跟她一起工作 也许我想跟她一起过日子 在他们的眼中 你是她们的手 什么 应该是容易欺负的对象吧 就是对啊 很容易 就是要逗我笑啊 或欺负我啊 或骂我 就很容易啊 因为其实 交朋友 其实我也不希望说 好像就是跟他们 之间很严重啊 什么的 其实我自己自己下 还蛮笨的 有时候啦 那该聪明的时候 也是会的啊 只是说跟他们在一起玩啊 就会这样 那如果像报纸上 写到你这个 你们三个人 有没有坐下来说 我们要不要调整脚步啊 或者说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子啊 我们还是要 他们怎么说 我们怎么说 比如说像 像我就艺人通常都会被别人写 写到我不知道该不该交朋友 还是说我要交朋友证明给你看 我们是朋友还不是朋友 还是说我们要在你们的眼光之下来 来检验我们的友情 我觉得像你们的心态来讲 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 其实我自己也在 自己在拿捏吧 其实友情还是在 只是说你没办法像 就是在媒体还没有写的时候 你就是没办法回到像以前那种 我们去酒奔啊 去淡水湾这样子 就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会误解啊 因为已经一个新闻出来了 你再去跟 就是你在街上 好像要证明什么 反而会越描越黑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不知道耶 就是还是 不晓得 但友情还是会在啦 就是跟小猪啊 都接了 就是说方式可能会 其实 你从进入歌坛 有没有在讲些什么 他们是谁呢 我曾经有看到一篇报道 他说 你要我承认我爸爸是白痴 我宁愿不拿麦克风 我看到他这句话 我觉得他对家人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也是很孝顺一个女孩子 所以呢 我因为他的那一句话 我重新 你知道 最大的观点从今开始 我觉得他跟我一样 是一个很孝顺的小孩 我觉得菜脉很可能 出去去尝试 去 其实多交一点朋友 是很好的对不对 对 那现在他交这些什么小猪啊 你觉得OK吗 不 不错啊 不错啊 认识小猪蛮好 很可爱 很可爱 对对对 我就知道小猪 跟我一样可爱 我觉得小猪是一个很讨妈妈欢心的 我没有见过他 可是我看过他在电视上看过 对对 那姐 我对他第一个印象 就是他有时候不太熟的朋友呢 他所回答的话呢 是官方说法 有一次呢 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呢 就刚好休息空缆 我说 哇 那这样还要上课 还要走通告很累啊 对啊 因为公司呢 规定我啊 上通告的时候呢 还要上课 然后有时候还要看书 你回答一定要这么做做吗 他就吓不开了 因为我那句话 把他吐上之后 他的戒心打开了 他愿意接受我这个好朋友